不过这个真是让人不敢期待 什么都涨就是薪水不涨怎么办 现在的年轻人几乎房子买不起呀 购物率持续的下滑 好了 现在房仲业者就想出新的方法了 把原本呢 不是20年的这个贷款期限吗 他们说可以放宽 可以延长到40年 每个月算一算可是少付四成 看起来蛮吸引人的 对不对 但是我们再来帮你仔细算一算发现 总负单最后居然呢 比原本要多付出178万元 高楼大厦一栋比一栋 还要华丽 但民众看得到 却不见得买得起 台北市的房价现在一平高达 五十几万 很多人都买不起 那么光是这个月的房屋成交率 就比同期的去年三月少了一半 价格持续上涨 成交率确实直直往下滑 房仲业者脑筋动得快 端出40年贷款优惠方案 吸引手头足 选择这个40年的房贷的话 主要是因为它每个月的缴款 会比较轻松 拉长贷款时间 以贷款800万来说 原本分二十期 每个月得负担四万元 分四十期 每个月负担立刻少四成 超过四十岁 我可以讲说 我觉得超过四十岁 可能是太多了 四年有点费 它的利息一定是两倍 二十年两倍 那为了少付每个月一两万 然后我要多付一百多万的利息 我应该是不会考虑啦 消费者不买账 就怕时间拖太久 变房奴 因为原本二十期要付九百六十万 但四十年总负担金额竟然高出一百七十八万 长远看来简直亏大了 中文新闻的真金区 网加林台北报道